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没有想到说今天这些话到了台湾了以后 台湾的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才讲的 现在民众党你明明在上礼拜三 你已经签了预约 签了预约你的第三项很清楚 超过统计度差甚至得一点 而你所学过所有统计都很简单 你就会有一个标准差 可以标准差到了民众党的嘴巴里面 3%变6% 然后完全不顾事实 完全不顾学理跟你胡扯八道 更可怕的是台湾有些学者 台湾有些号称的专家 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还是为了个人的仇恨 居然符合这样的一个说法 如果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成立的话 真的可以变成所谓的 正负三救世六%的话 那以后台湾的民调还能够被信任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的台湾首一档 财经专家黄收送您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每一岛电视报都大顾之家 大家好 好 第三次国民党 桃源市议员黄近平 大家平安 好 第一次是自身门田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次是上周大总部李国珍 大家好 好 第二次是自身门田张宇轩 大家好 这边 我没有想到礼拜六民众党真的冰冻 上个礼拜五 吴董在讲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说不可能吗 你都走到这个节骨眼 怎么可能翻 没有想到说翻就翻 而且翻的干嘛 义正词言 还可以就完全扭曲民调所有的价值 民调所有的一个做法 那我刚才讲的 你说在那天晚上的时候 他们一踏进那个办公室 就是准备翻桌的 没错 宝洁哥 11月17号他们不是来谈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就是要翻桌了 所以哪是在这个会里面 要好好地跟你谈 没有要谈吗 没有要谈 而且当天晚上 马办的主任王光池 为什么会直接问说 请问你们民众党主席 是姓柯还是姓黄 王光池有问这句话 是 党主席是姓柯还是姓黄 为什么那天他会问民众党的 这个代表会这样的句话 就是因为那天晚上 主持大局的是黄珊珊 不是党主席柯文哲 柯文哲呢 他能躲在被子里面去了 出来面对问题的 竟然都是由黄珊珊来主导 所以刚才讲到的 10月15号 两党协商共识 两党协商共识里面 第一个签名的是柯文哲 这个完全都是由柯文哲来主导 柯文哲的主导之后 我们刚才讲的开始 民众党哭成一团 一个哭 两个哭 三个哭 四个哭 五个哭 到处都在哭 哭了以后 阿伯受不了了 就说了一个阿伯不放弃 我们都不会放弃 然后接下来 主导权就换人了 是的 所以17号那一天来谈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本来是另外一个教授赖响卫 可是柯P认为他OK 黄珊珊不同意啊 他认为要找跟他们一样 应派了 所以派成求证民调总经理 关志宇 我以前都听说黄珊珊是主战派 黄珊珊是鹰派 没有想到这么强异 所以民调专家代表 第一个也被换了 换了之后呢 就是有蹊跷了 好 11月17号一进到那个 还没有三个专家 包括国民党推派的张伯仲 还有马英九推荐的 陈陆辉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 那三个到期之后 你就看到跟肖聚成一起这个开会 要开会前会 那开始的时候 肖聚成跟大家讲明 这个事情呢 大家来根据民调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然后跟大家说我们会全程录音录影 然后同时肖聚成也打电话 跟这个朱立伦回报说 这样一个状况 朱立伦说没问题 那也提醒了肖聚成说 那11月15号的时候 大家有强调 就是在民调统计误差范围内 结果他们跟柯P联络 柯P也说没有问题 那时候说没问题 对都说没问题 柯P跟朱立伦两党的主席 都说没问题 在统计误差范围内 可是到了真正 这是会前会 可是到了会议里面 一开始 这个民调名单拿出来 国民党就说有9份民调 民众党的民调专家 态势百开 不行 只有6份 为什么 先剔除掉东森新闻 也剔除掉E-T 还有好好听 这3份民调 认为都是对国民党有利的 拿掉 他强调 这3个基本上都是式化民调 不要完全式化民调 当下国民党认为说不行 你现在也不能排除这个式化民调 怎么可以排除掉东森新闻 跟E-T 都在好好听 不是 陆委会 全台湾的民调 都是主要民调 都是式化民调 可是当下 因为这样做决定之后 一来 萧续成也说 好啦 反正大家都要谈谈白和 你就顺他们意思 那庄伯仲 据说还是有跟国民党回报 让朱立伦知道 那国民党那时候 中央的态度也是 没关系啦 算了啦 都跟这个民调 求和 要和 要和就不要跟他争执 这太笨了 别人摆出这个态势 就代表他不要和 你让人家 你一和就是 给上了人家的圈套 结果真的上圈套了 想说不要节外生枝了嘛 那也没有在另外 16号17号这两天 找更多的民调公司 做一些海量的民调 国民党没做 想说做了 我要因为怕民众党讲话 或者有什么闪失 那何必呢 反正有这几份民调就够了 结果没想到 准备了九份 还是硬是被他剔除掉 三份 剩下六份 然后就开始 开始化巴拉肯 那当然 庄伯仲也有讲说 那你这边 民众党的这个内参民调 你把内参民调里面 加权之前 都是侯友宜赢柯文哲 加权之后 柯文哲赢侯友宜 庄伯仲就问关志宇 那请你把加权的公司告诉我 关志宇就讲得支支吾 答不出来 讲不出来 这个庄伯仲差点去大骂 这个关志宇说 你连这个都讲不出来 那你还剔除掉 我这三份民调公司的民调 而且没有说 你看所有的公司里面 有联合报 有十方民调 我跟我们讲 我们用的是雨晴 那包括人的汇流 包括人刚刚讲的 Eat Today 自己有一个民调公司 进电视也有个大地民调 竞争力也有个世行大学 都有 只有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谁做的不知道 而且你不但是 谁做的不知道 你这个对比里面 把郭台铭 都给纳进来了 所以就是这里面 有郭台铭 让大家觉得奇怪 民众党的这个党内内参 那这变成有算 这九份民调当中 没有剔除掉的六份其中之一 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 五比一 那个一 就是民众党这里面 所以我也这样 其实是这样子 也让你进来了 国民党的态度 的确像保洁哥所讲的 没错 好啦 就剩六份民调 你要坚持你民众党 这个还是可以采信 可以采用 那就五比一嘛 这样也可以吧 结果 到了这个五比一的节骨眼 民众党民调就说 不行哦 不行 你这个误差范围有问题 好 这个误差范围 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计算 什么在统计误差范围内 我们都说是95%的信息水准价 正负误差3% 但是民众党认为说 是正负1.5 那庄博仲当然反对啦 包括陈璐也看不下去 他认为说 如果你要正负1.5 你的样本数就要增加到 两三千四千 甚至更高 四千三百分 这全部都是1149 1484 1112 顶多这个 汇流新闻网他们自己做 有两千零四十六 其他都一一九八 一一二 一一二 一零八六 都是一零八六 一零六八 都是正常的 那就表示除了汇流之外 几乎全部这些民调都不能用了 如果按照你说的 要变成正负1.5的话 一般我们所学的同学 全部都是正负3% 所以陈璐卫跟张伯仲 你看我我看你 所以他把我们当白痴 他们也认为我们是白痴 我们还以为 真的 那真的有人把自己当白痴 因为如果你是误差3% 要1.5% 1.5%的话 你的样本数要到4300份 那所以这些民调全部都不能采用了 所以都有问题了 那僵局就僵在那边 这个时候他们就说 那民众总开始喊6% 那个是在准备要打电话的时候 因为就民调的行程僵局 要写所谓的民调的共识 可是那四个人他们要签字的话 包括这个萧续成 还有关志宇以及庄伯仲跟陈陆辉 要签字的时候 这里面的这个内容细敲 由民众党来主导那个内容 他们就说没有达成共识 这三份民调被民众党地逐掉了 其中这个侯克贝克贝是5比1 因为看到那边 刚刚不是讲这个结论了吗 所以民众党代表认为 怎么样怎么样 下面就两边 这两段话是民众党代表 要求加进去了 讲完之后就好了 都照你的意思 这完全后半段内容都是他们 他主导要求加进去了 本来没有这两段 那既然写进去的话 好吧 签字 庄伯仲 陈陆辉 萧续成 再这样关志宇 那我们要讲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签约里面 刚刚讲的 你的第二段里面有讲的 三位专家检视六份民调结果 依照统计误差 侯克贝对柯侯贝是5比1 但民众党代表 应该以柯文哲主席 一直主张的3%误差 以随机抽样1068份 95%的信心指数 抽样误差为3% 计算为3比3 好 你要把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你的意思吗 签名吧 也不签名 所以这两段等于是 照他们的意思加进去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柯文哲 柯文哲都不接电话 就不接了 他完全不接电话 据这个陈佩奇 他自己在脸书自爆说 柯文哲的电话整天一直响 那天晚上一直响 所以他把它藏在这个枕头底下 后来枕头底下这个 这个电话接完的时候 虾里电话也跟着响 他就把电话先拔掉 那柯文哲自己说 我那天很累回家我就睡觉 我就把手机关静音 然后我就没有再注意了 那到底是老婆讲的对 还是你讲的对 反正总而言之 你就是不接电话 消失了八个小时 找不到你 好 肖剧成很急 也打电话跟朱立伦讲 说柯文哲不接电话 找不到柯文哲 那当下十七号 星期五晚上 其实国民党也知道 也全盘掌握状况了 那当然朱立伦 国民党高层也很急啊 想办法赶快跟柯文哲联络 看能不能找到他 再跟他谈一谈啊 还寄希望于这个柯文哲 偏偏这个时候 你就是找不到民众党的时候 那这边怎么办 后来他们焦剧成就叫了 那个关志宇说 民众党代表 你打电话给这个黄珊珊 打给总干事嘛 所以我才说 黄珊珊在主持大局啊 黄珊珊在Standby 所以王光时才讲 请问你们民众党主席 是姓柯还是姓华 黄珊珊接到电话之后 知道了来意 然后好 他要这个关志宇 就是民众党代表 你把这整篇的这个稿子内容 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 朗诵给他听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电话 手机开扩音 开了扩音之后 他一字一句什么 根据三位民调专家检视 然后最后建议延长讨论 择其在意 全部念完哦 然后黄珊珊 大家都听到 他在电话扩音那内容就说 不行 我们拒绝签字 拒绝签字 他叫民众党的代表 关志宇 朗诵了一遍整个内容 然后不签字 所以黄光池 在他整个讲完之后 才会冒出来一句说 你们民众党的主席 是姓柯还是姓黄啊 所以柯文哲 躲在被子里面不敢接电话 真的 全权主持大决的是黄珊珊 是 到了这个整个晚上 一直折腾到 午夜十二点跟凌晨两点 还是找不到柯文哲 而黄珊珊的态度依旧强劲 国民党中央那时候 已经知道大事不妙了 所以到了这个十八号 星期六上午 不是十点要开记者 会要公布内容吗 到了这个八点五十六分 还是找不到柯P 这个时候 这个消息成只好发个讯息 也告诉柯文哲说 如果你再不回应的话 或是回电话 那到时候一个小时后 就要开记者会 我只好宣布 蓝白盒破局了 那只好宣布说 因为柯文哲 你们这边民众党反悔了 到了九点三十几分的时候 差不多九点半 柯文哲就回电话 回电话给这个消息成 告诉他说 没有破局 如果破局的话 中华民国就完蛋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一边柯文哲出来 打两面手法 当白脸 当白脸 那坏脸 当然由这个黄珊珊来做 所以这个时候的党主席 当然被揶揄说 就是他在负责任 那你鹰派 然后全权挡在中边 让蓝白盒破局 浩宇倩 现在我也想跟 王光池同样的问题 民众党的党主席 到底姓柯还是姓黄 这件事情 是由排版定案的 到底是谁 当然是黄珊珊 名众党主席就姓黄 所以整件事情 才会黄掉 可是我们看到 柯文哲讲的多 他说我要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拼战到底 他是说参选还是说拼战 拼战 对嘛 所以他没有说要参选到底啊 柯文哲 我再报一个最新的内幕好了啦 就在今天 知道的瘋瘋瘋瘋瘋 对不对 感觉完蛋了 对不对 柯文哲跟朱立伦之间的密使 今天又有见面又在沟通 他们有密使 对嘛 还是想合作的嘛 那你就问题来了 那柯文哲想合作 到底谁在挡他啊 就从头到尾都是黄珊珊嘛 我们来一句话 他妈妈也挡啊 他老婆也挡啊 他妹妹也挡啊 战狼小姐姐也挡啊 所以叫四娘教子嘛 但我们回到整个时间点嘛 就说好 柯文哲回去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事实上他回去民众党之后 被这些人得知之后 大家是不是刚才看到说哭上脸 对不对 马上遭到全力炮轰 被轰爆了 他敢炮轰他 被黄珊珊把他轰爆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把他轰爆了嘛 主战派觉得说你怎么会签这种 上全入国的条款 结果后来隔天之后 各位仔细看那个节奏不一样啰 第一点 他们说要把马办的代表剃除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因为今天马办的代表剃除 他代表一件事情 再也没有多数决 只剩下共识决 对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一比一他就共识啦 对嘛 国民党跟民众党会有共识吗 没有 原本会有 原本为什么会有 因为原本谈吐了 大家都要派组合派来嘛 庄伯仲跟原本大家讲说这个谁 原本不是关自宇哦 是赖响卫哦 赖响卫 认识 他们三方都认识 包括你讲陈露辉 三方都认识 而且他们不用搞鬼 他们就说我们按照六点的游戏规则 对 自然而然答案就会出来了嘛 所以你科目签签的时候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嘛 而且这些人都在学术单位 这些人都是教授 你今天如果说的话 你回去怎么面对学生啊 还要 他不是面对客户 他只要面对学生的 他还要面子 学术不能沦上 所以后来你仔细看哦 这件事情就是 整个民众党要翻盘的第一个稻草 后来就开始说什么 你资料通通要给我上传到云端 对不对 结果他自己有没有上传 会不会爆料 他完全没有 没有 他现场知道多好笑吗 他是民众党拿了三份资本文件来说 国民党你来看看 看完之后 后来我问说 那你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存 所以因为 看完之后他们急急忙忙收回去了 不给你看 不敢公出于事 为什么不敢公出于事 因为这三家是趋势 求真 还有四星大学 就是我们讲的 先前做出来有够荒谬素质的 那三份手机混四化 奇怪加权的民调嘛 而且同时 关志宇这个角色是谁派来的 谁派来的 就黄珊珊派来的 林郑最后一课换掉哦 本来他们都很欢天喜地 想说老同学老朋友见面 要见到赖翔卫了 就没有 不见了 变一个业者进来 变成关志宇 好 而且关志宇来了之后 那就算了 整个现场的过程是这样子 关志宇来了之后 现在传出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都是与会人士他们透露的 说现在还知道 他来就是准备要破局 因为那时候还搞不清楚 为什么关志宇来很奇怪 还戴手板 对啊 戴手板 手板 就手板 你知道手板翻开的时候 抗议 这个六点声明抗议 抗议 抗议 而且他们后来才知道说原本他们的企图 是打算一路要闹到早上十点 而且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这六点声明就可以作废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是只剩下三个签名 然后关志宇妥协 因为国民党一直让 因为国民党的代表这个庄博咒 我不管说到底是谁给他讯号 他的说法是说 朱立伦那边 当然党中有下令嘛 说我们已经巧好了 如果他有意见 你就让吧 他有打电话一直问嘛 你就让吧 反正我们巧好了会合啦 他想怎么让我都赢啊 对 会合到 他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嘛 因为人已经换了啊 换人了 已经不是柯文哲当初承诺的那个人啊 已经变成黄珊珊在主掌大局啦 所以最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 三家民调让掉 因为国民党那三家 我们刚才讨论过 哎 两家四话 然后什么问题 东森民调 ET Today怎么会不准 ET Today准得很 台北市长当年精准预测 如果说你要不要换掉 只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当年做你黄珊珊 输你黄珊珊不高兴嘛 真的吗 对嘛 他当年做黄珊珊的老三嘛 黄珊珊说这个假民调不准啦 就做 他就是这个老三啊 他就是那个老三嘛 所以侠怨报复不知道 好 你说这三家让了 但民众党的这三家也大有问题 因为比的人是谁 一个有郭台铭 一个只比赖心得 对不对 然后三家手机民调 原本讲好说要把公开透明的事情 对 民众党啊 他说你RAWDATA交叉分析要上网啊 原始数据咧 都没公布 都没有原始数据 还不敢公布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求真民调就是做出来 赖清德44% 哎 柯文哲44% 赖清德28%的奇葩手机民调嘛 我就问宝洁哥你相信吗 这是社会现实吗 赖清德28% 如果按照求真这个民调的话 那柯文哲也不要去跟所谓的 那个国民党合了 他一个人 就红豆木铃驾都不高了 对嘛 就独立参选的 就真的是民众党自己一个人就赢了嘛 所以从头到尾 到早上破局之后 而且后续你看到黄珊珊 他还做一个动作了不起哦 为什么 哎 早上他莫名其妙 大家都还 这个没有声响的时候 他突然发一篇文说 继续乡前走 什么都不走 结果与此同时 周刊8点20几班 爆料出来说 破局了 这时候马办也傻眼 猴办也傻眼 猪办也傻眼 柯文哲也傻眼 我们刚刚聊到啊 柯文哲还赶快跟马办打电话 所以会是谁放的 会是谁希望破局的 从头到尾 民众党就是暗藏一股势力 只希望能够让蓝白河破局 这个人就是白连教教主黄珊珊嘛 董事长 我真的越来越佩服你了 上礼拜五的时候你说 柯比准备翻盘 他准备冰冻 他准备不认账 我心想说怎么可能 哎 结果他真的翻盘 而且不但翻盘 还可以胡说八道 哎 还可以去扭曲 整个民意调查的基础 对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 要搞清楚 因为现在各方面的说法 莫衷一事 我们回到法律面来看问题 这是第一个 这个不是他们两家的问题 对 这个有法律规范 对 你看到中央选举委员会 怎么规定政党如何公布 发布民意调查资料 保健麻烦你把这个关键 他有讲说总统副总统 选举罢别人法第五十二条 第一项规定 政党跟任何人自选举公告 发布日期到选举前十天 要所做的有关候选人 跟选举民意调查资料 发布 重点来了 重点是你要载明 负责调查的单位 跟主持人 第二个 你要把调查的抽样方式交代 第三个 你要交代母体跟样本数 还有 你要交代经费来源跟误差值 好 我们就回到刚刚你那个总表 你就看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在哪里 就看到民众党内参 这时候 他没有交代 他的所谓的执行单位 没有 对不对 调查单位看不到 你再看国民党的 刚讲的 联合报知道我们联合报有个调查单位 KMT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十方民调 我们东西新闻我们是透过语情民调 汇流新闻网他们自己有个民调 e-dee-to-day 当然讲他们自己也有他们民调公司 静电视是大地民调 台湾竞争力论坛是世音大学 好好听 我看不到那个字 另外就是民众党内参民调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公布调查单位 这是算什么 违法 他已经违法了 他公开提供出来的资料 公开在政党谈判当中的资料里面 违反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民调选举的法令 他已经把违法 这已经不是说你们两个党说 刚刚静平讲的 什么党主席同意的给你接受 不对 根本就是违法资料 不能在这个台面上出现 因为为什么 那是求真民调执行的 求真民调的老板是谁 就是那个参加他的学者 关之宇 所以他变成求援兼裁判 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故意掩盖 这个民调的调查单位名称 因为要掩护他这个 关之宇的这个代表的学者的身份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更离谱的 这份民调里面居然调查郭台铭 所以表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民调 他一个郭台铭 有郭台铭在怎么可以放在里面呢 因为郭台铭在不应该出现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不能有郭台铭在里面出现了 因为别人都没有 对 就他有 然后就他自己做的民调 然后居然国民党的代表 让这一份参加比赛 根本违法资料 根本不能公布 按依法是违法资料 然后你看他讲很清楚 要什么 要有误差值 对 经费来源跟误差值 样本数跟误差值是关键问题 法律有明文规定 而且每一个民调公司 都把误差值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没有争议的事情 变成这两间的谷歌搜寻里面 柯P讲让6%让太多了 变成谷歌搜寻第一名 只入围码公开说谎 跟他说我让6%就是正负1.5% 所以胡说八道 我就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公开说谎 这是这个事实版 这是铁板钉钉 板上钉钉就是柯文哲公开说谎 我要强调一下 跟各位观众讲清楚 柯文哲是什么身份 他不是一个民众党主席 他是台湾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我今天跟我一个 我有母校的校长通电话 我说哎呀 我们那个学校训练出来的 不会训练出这种 不会训练这种学生 台大的学生 台大的教授 公开在全国大百姓面前说谎 违法 就是这样子 一直跟你硬拗啊 拗到变成指路为马 整个都模糊 这是第一个 最可恶的是 柯文哲破坏了我们台湾人的 善良的风俗习惯 善良的品德 被他一个人说谎 全天 一个人说谎无所谓 全家全党 跟着他一票人 一个整个集团说谎 还有很多的学者 民调专家也出来帮他背书 统统在说谎 你们这开的 就是很简单嘛 中央选委会就有规定嘛 你就把他按照法律规定 办事不就没事 你而且违法制造 怎么可以在政党谈判中间 被纳入嘛 这个也 好 再讲到一遍 我们当外号人讲说 你刚刚讲的 你今天如果做1149 149你的正负信息随着 在95%里面 误差范围就是正负2.9 你都有一个正负值 这个正负值是随着 你的样本数的 跟你 你今天是说我在误差范围内 我只要赢跟输 那每个误差范围内 不是你爽 而是根据你的调查分数 所以你真的要1.5的话 你就要做到4300份 你要做到4300份 这每一份 就全部都不合格了啦 是啊 所以他就是 所以我说他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啊 他要昨天晚上跑去跟郭台铭去上统计学的课吗 如果昨天还在学统计学的话 你前天后大前天的讲话 你的基础在哪里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简直是公开欺骗国人 我觉得朱立伦平常他讲话我反正不太听的 这次他有一句话讲得很精准 他说想要翻脸了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当然 想翻脸什么都可以翻啊 所以他什么事都会发生 好 我们这第一段先把 不是 我觉得翻脸没什么了不起 你就是我不爽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翻脸 可是你不可以指路为骂 你不可以积飞成事 你不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就太扯了 大家以后还要做民调的 不是 大言不惨 我让个 我让你猴有余6% 你让个鬼头啊 我每立场民调 所有的做下来 你柯文德就已经输猴有余了嘛 如果今天他赢的话 他需要翻桌吗 你如果真的这样的信心十足 你要勇猛玩强 你签了约以后干嘛如上拷屁 那你干嘛签了约以后 你不再自己如上拷屁 你全部的人都哭成一团 那哭屁啊 那哭好玩的吗 每次给你哭吗 所有这三天他的言论 他的论述 所有的他的情绪 都应该在15号当天的两个小时 里面全部把它讲完 当然就冰斗啊 开桌子啊 冰斗 好 问题来来 第二段我为什么谈谈黄珊 黄珊珊我高度的怀疑 她的纯心冰斗 她纯心破棘 因为黄珊珊她的 跟民进党的关系非常密切 真的假的 她的小英女孩大家都知道嘛 那另外第三个我就没有谈到 就是刚刚谈到 最后她这个学者专家 这个更荒谬嘛 你是业者 故意掩盖你这个执行单位的 民调单位的名称 你坐在那边 我以及是我坐的民调 我跑来给你们大家开会 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 这个神圣的谈判会的会场发生呢 那这个人怎么可以出现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现在马上就查得出来 就这个民调你有参与最后一个 所谓的民众党内参 他就是主持人嘛 那民调公司的主持人 法律规定你要公布嘛 结果你居然跑去大辣辣的 跑来坐在那边 干什么 他去干什么 他去干嘛 翻桌啊 讲冰斗啊 他去就是要冰斗啊 好 国陈 另外就是股市的反应 及时又敏感 你上个礼拜讲说 当时15号 蓝白河确定之前 之前就有一个风声 开始刚刚讲的观光股 跟两岸有关系的 全部都大涨 可是到了今天 刚好猪羊变色 跟民进党有关的全部大涨 跟这个所谓的跟两岸的 或者是蓝白河有利的 这个所谓的股票 全部大跌 而且是跌得非常惨 股市反映的就是未来 股市反映的就是梦想 今天等于所有投资人 是用自己的新台币 去做了投票 反映的是什么 看坏蓝白河 即便 吓死了 即便侯科独立参选 他们都选不上 因为投资人不相信 他们以后有机会当选 今天真的非常明显 因为你来看观光股股 上礼拜开始 蓝白河传出来之后 18号 19号这两天 还有十几家涨停板 多可怕 涨停板 是大量资金游入 所以我们看到观光股 今天因为礼拜六那一天 柯文哲的反悔 结果现在大家完全不看好 所以今天一开盘 就有三家观光股 是直接打到铁艇 雄师跌了是9% 再来是云丙跌了7.81% 远雄集团跌了4.7% 伦非主席概念股跌了7.5% 跌这么凶 今天超过十档 跌了超过5% 半根涨停板 礼拜五那天是有12家涨停板 股市完全在反映梦想跟未来 其实看好了看坏的是 连柯文哲独立参选 或侯友独立参选 都认为不可能会赢 因为两岸一家亲是柯文哲 再来九二共识是国民党 代表光光列国 大家都没有信心 所以上个礼拜还大涨 今天大跌了 今天全部都在落跑 资金快速的跑出去 结果涨什么 涨的是赖消费这个消息 赖消费的消息 今天金虎报表现完全就不一样了 军工概念股 赖清早最喜欢讲的国防工业 今天雷虎就活过来 本来一路往下跌 你看今天就挺上来 一根就挺上来了 你说今天涨了2.57% 对 再来是元金 本来是一路往下跌 你看跌成这样 今天一样弹上来 云报人员本来还一路 也是一路这样跌下来 起起伏 后来不是那个 清朝辞的董事长吗 结果现在一样反弹上来 0.97 涨了0.79 虽然涨了不多 但是代表你是绿能 绿能跟所谓的国防工业 只要赖清德相关了 今天全部都改了 所以你看今天局势非常明显 今天如果用 期待有多深 伤害就有多大 所以做两岸旅游的 做两岸观光的 甚至台湾两岸的观光股 现在都很惨 其实这一公司都没有赚钱 大家都要期待什么 所有人拿台币在赌什么 赌国民党会赢 或者是蓝白会赢 不管是柯文哲赢 结果今天全面的失望 大卖股票 代表什么 完全非常看好 而且对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今天跌了非常地凶 大概有超过十档 都中错了 半根跌停 可是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股票 就看得很清楚 赖清德概念股 赖清德这两天 只要参加财经的会议 一定讲说 我要推国防工业 我要推所谓的深度节电 我要推逆人概念股 现在雷虎 中光电 汉翔 中信造船 隆德造船 这跟军工库有关的台船 今天全面上枣 做五人机的 做高教机的 再来做国防战舰 再来隆德造船 中信造船 全面大涨 代表什么 股市在涨梦想 大家已经在股市投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